WIT說故事系列之安徒生童話野天鵝篇 很久很久很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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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一個國王有著11個兒子加一個女兒 把12生肖都擠滿了 可是國王又再婚了 再婚的對象是一個巫婆 狠心的巫婆把女主角瑪莉亞送到偏僻的鄉村 還對11個哥哥嚇了變成天鵝的詛咒 變成天鵝的11個哥哥怕被當成國王城堡中的食材飛離了城堡 在偏僻鄉村生活到15歲的瑪莉亞回到城堡 巫婆看到瑪莉亞鼎鼎鼎玉力美麗動人的外觀 心裡非常嫉妒 在瑪莉亞要跟國王見面之前 巫婆騙瑪莉亞說要幫瑪莉亞做全身的保養 在瑪莉亞身上塗了謊稱有美容效果的臭油膏 把瑪莉亞頭髮弄亂謊稱是最近城堡中流行的造型 來到國王與瑪莉亞見面的時間 國王看到瑪莉亞的樣子傻眼貓咪的國王說 你哪位我的瑪莉亞才不是這麼邋遢的人 這次瑪莉亞被國王趕出了城堡 被趕出城堡的瑪莉亞迷路到了附近的森林中 走一大段路身心俱疲的瑪莉亞倒在長滿青苔的木頭上睡著了 隔天醒來瑪莉亞到湖水洗臉刷牙時 被湖水表面自己的倒影嚇到吃手收 巫婆怎麼把她的頭髮跟皮膚弄得這麼糟糕 瑪莉亞只好到湖水中把全身梳洗乾淨 梳洗完的瑪莉亞繼續在森林裡找食物吃與失戀十一個哥哥 在城堡裡也沒見到十一個哥哥到底去了哪裡 瑪莉亞在森林路上遇到了一個到森林裡拔野菜的婆婆 瑪莉亞詢問婆婆有沒有十一個王子的消息 婆婆笑說十一個王子是沒有看到 可是自從國王娶了女巫之後沒多久 森林裡就時常看到十一隻帶著皇冠的野天鵝 好奇的瑪莉亞開始在森林裡找帶皇冠的野天鵝 天空變成橘黃色黃昏的時候 一群野天鵝在瑪莉亞頭上飛過 瑪莉亞追上去 看到野天鵝們降落在森林中的湖面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瑪莉亞數著野天鵝的數量 剛好十一隻 而且每隻野天鵝頭上都帶著皇冠 瑪莉亞就躲在湖邊的草叢中觀察野天鵝 在太陽完全溪沉 天空被染成黑色的時候 十一隻野天鵝全部轉變成男生 瑪莉亞仔細看十一個男生的模樣 正是她的十一個兄長 瑪莉亞往十一個哥哥衝過去 十二生肖又相聚了 瑪莉亞高興地說 好想哥哥你們 你們什麼時候學會變化之術 變成野天鵝的 我也想學 最年長的哥哥對瑪莉亞說 這才不是變化之術 我們被巫婆新媽媽嚇了 變成野天鵝的詛咒 只要天還亮著 太陽還在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野天鵝 要等到夜晚太陽消失 我們才能恢復原來的樣子 還有我們準備離開這個森林了 這個森林的狩獵季節快到了 一年後狩獵季結束才會回來 可是不想和妹妹你分開 你要跟我們一起離開這個森林嗎 瑪莉亞對哥哥說 好啊帶我一起去 我也不想和哥哥們分開 十一個兄弟加瑪莉亞 開始在森林裡收集能編織的樹皮和藤蔓 製作能讓瑪莉亞乘坐的大王子 隔天太陽升起 十一個兄弟再度變成野天鵝 瑪莉亞到昨天編織王子的中心坐好 十一隻野天鵝嘴裡叼著王子起飛出發 十一隻野天鵝帶著瑪莉亞飛越了森林 穿過了大海 來到願意收留他們住一年的仙女住的宮殿 瑪莉亞到宮殿努力的四處尋找 幫十一個兄長解除詛咒的方法 住在宮殿的仙女被瑪莉亞為哥哥著想的行為感動 夜裡瑪莉亞睡著時 瑪莉亞一醒來就跟十一個哥哥說昨晚的夢境 十一個哥哥不忍心瑪莉亞為他們受苦 但也阻止不了瑪莉亞 其實十一個哥哥也不想穿上赤草咬人貓的衣服 只好免為其難地答應瑪莉亞 得到十一個哥哥的許可 瑪莉亞直奔教堂踩赤草咬人貓 瑪莉亞踩一大滾赤草咬人貓回到妖精的宮殿開始編織衣服 因為接觸到赤草咬人貓的手就會又痛又麻 瑪莉亞用赤草咬人貓編織衣服的進度非常緩慢 但是為了幫哥哥解開詛咒 瑪莉亞忍耐著繼續編織衣服 十一個兄長看瑪莉亞受苦相當不捨 心裡想解開詛咒 但又想到穿上赤草咬人貓的衣服很不舒服 內心五味雜陳 瑪莉亞日復一日的用赤草咬人貓編織衣服 赤草咬人貓用完就去教堂墓地踩赤草咬人貓 過了六個月 在瑪莉亞做出第六件赤草咬人貓衣服的那天 國王帶著一大群護衛來到妖精宮殿附近狩獵 國王發現在妖精宮殿中的瑪莉亞 結果國王沒發現瑪莉亞是他女兒 還被他美麗動人的外表吸引 但是國王不論怎麼跟瑪莉亞對話 瑪莉亞只能透過點頭搖頭回應 因為瑪莉亞一開口 死一個哥哥的心臟就會被利刃刺穿 跟國王交談過後 瑪莉亞同意跟國王回城堡 但是國王是想娶瑪莉亞當作她第十四個妻子 來到城堡的瑪莉亞繼續編織赤草咬人貓衣服 只要赤草咬人貓用完 瑪莉亞就得偷偷在晚上跑出城堡 去教堂墓地採集赤草咬人貓 但採集赤草咬人貓的過程被巫女媽媽發現 並告知國王說瑪莉亞是魔女 晚上會偷偷跑去墳墓做法 國王聽信巫女老婆的話 偷偷觀察著瑪莉亞的行動 瑪莉亞又用完赤草咬人貓去教堂墓地採集的時候 被國王逮個正早 國王問罪瑪莉亞為什麼半夜要去教堂的墓地 是不是魔女 但瑪莉亞不能說話 沒辦法說明自己的行為 國王看瑪莉亞不說話就宣布 三天後要將魔女瑪莉亞執行火刑 等待期間將瑪莉亞關進地牢 瑪莉亞被關進地牢 還是繼續用赤草咬人貓編織第十一件衣服 到第三天瑪莉亞被送到火刑場地時 終於完成第十一件衣服 十一隻頭戴皇冠的野天鵝在火刑場地的上空盤旋 瑪莉亞奮力地把十一件赤草咬人貓做的衣服 拋給野天鵝 十一個野天鵝穿上瑪莉亞編織的赤草咬人貓衣服 順利解除詛咒變成人的樣子 在場所有的人都傻眼貓咪 瑪莉亞這時終於可以開口說話為自己說明 我不是魔女 我是國王你的女兒瑪莉亞 去墓地是為了解除十一個哥哥的詛咒 國王的十一個兒子也對國王說明這一切發生的事 雖然穿著赤草咬人貓做的衣服讓身體又痛又麻 得知一切的國王對瑪莉亞道歉 誤會全部都解開 國王還把巫女媽媽休妻關進地牢 瑪莉亞與十一個哥哥又回到城堡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故事結束 還沒有訂閱WIT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個故事見 晚安 晚安